第二天他发现了一桶脏水 趴上去直接就开河 到处寻找能冲击的食物 他透过破碎的玻璃 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接连又躲藏了好几天 直到德军开始地毯式的烧毁 躲藏的钢琴家只能跳窗而逃 他翻过了围墙 映入眼帘的一幕非常的凄惨 钢琴家四处寻找食物 好不容易被他找到了一盒罐头 可突然外面又传来了德军的声音 他急忙地抱着罐头躲到了阁楼上 然后收起了梯子不让他们发现 直到半夜才敢偷偷地下来 找来了工具准备开罐头 可他已经没有太多的例子 不小心把罐头弄到了地上 但他却没有去捡 缓缓地抬头 一名德国军官站在了他的面前 钢琴家心想 这一回死定了 可这位军官看似不太一样 他问钢琴家叫什么 以前是做什么的 当他得知 对面就是那位有名的钢琴家使 直接就把他带到了客厅的钢琴旁 让他弹奏一曲 钢琴家拖过来椅子 搓了搓手 试了试音 开始了他的弹奏 慢慢地 他沉浸在了音乐之中 手指依然熟练地飞快地舞动着 月光下 如此狼狈销售的钢琴家 呈现出了一种很特别的凄美感 军官听完后 问他一直躲藏在哪里 钢琴家便把军官带到了阁楼 他依然非常的幸运 因为他遇到了一位热爱艺术的德国军官 钢琴家也不敢相信 自己还可以安全地活着 原来钢琴家藏的地方 是纳粹的临时指挥所 而那位军官正是这里的领导 此后他便成为了钢琴家的庇护者 经常给他带来一些吃的 他把果酱放到了嘴里 这对他来说是多么难得的满足 没过多久 德军就要撤退了 军官最后一次给他送食物 并和钢琴家告别 还把自己的大衣送给了他 以免钢琴家被冻死 很快一辆插着波兰国旗的汽车经过 钢琴家看到非常的激动 可没想到迎接他的不是子弹 这都怪身上的衣服惹得祸 还好他幸运的没有被误杀 解释清楚后成功的获救 钢琴家终于熬过了战争 重新弹起了钢琴 他的一位朋友找到了他 说他曾在一个战俘营 遇到了一名德国军官 军官说在战时 他曾为钢琴家提供过帮助 使钢琴家能够过来救他 可这位朋友没有听清楚军官的名字 十几万的战俘 不知道名字根本没有办法找到 钢琴家多次极力的寻找 但始终没有任何的音讯 这位军官真实的名字叫 威廉霍森菲尔德 据考证 他前后帮助过50多位犹太人 1952年他死在了战俘营 直到2009年的2月 他才被追封为国际艺人 而钢琴家能从战争中活下来 可以说非常的幸运 希望这个世界充满和平 多一些音乐的响亮 远离炮火的喧嚣 好了 我是木子李 咱们下期见